接下来我们要上的东西叫做金属的演练 不过我们只有谈到炼铁 炼铁 野鲤就是让金属 让它从矿物中提炼出来 从矿和物中提炼出金属 这叫做金属的演练 除了赏数 比如说黄金这种活性很低的 它有可能是用元素态存在之外 其他的呢 都是一些用化合物方法所存在 我们原则上是让它从氧化物中还原出来 那如果本来不是氧化物的 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 让它断烧变成氧化物 再找一个所谓的还原剂 把它还原出来 我们通常在我们教书的时候 跟通常使用的时候用的是碳 因为碳常见而且便宜 就没碳嘛 你看你本来没有便宜所以拿来碳 然后把它还原出来 我们要教的叫做炼铁 图上面叫做古风炉 然后呢 里面会倒铁矿 就是炼铁要铁矿 还要带煤焦 我们讲过了 它需要一个还原剂 就是煤焦 还要放个灰石 当会告诉你做什么用 做什么用 然后呢 这边写说是要储蓄底下 当会告诉你 这样做 实际上的炼铁 每个炼钢厂都有它自己独特的配方 然后呢 而且出来的钢会有不同的状况 那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讲个最简单最基本的情形就是 把它丢进去 然后想办法拉拉 也作用一下 让它从所谓的铁矿 然后还原变成铁 骨蜂炉放送赤铁矿 丢进去 拉拉拉到它去 然后里面有高高 非常高的高热 然后开始让它作用 让它反应 底下一个骨蜂炉 骨热东西 要温度高 比较容易作用 所以两个压场都非常热 非常热 因为它有 大量的热会跑出来 煤焦会 煤焦本身就会燃烧 热烧起来 烧热会形成液氧化碳 以前焦过了 碳 ric alt燃烧 氧气足够的事情 形成二氧化碳 那這裡在密閉的空間氧氣比較不夠 所以形成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就可以當作還原劑 反應是寫給你三氧化熱鐵加一氧化碳 產生鐵跟二氧化碳 同時碳本身也可以當作還原劑 所以這有兩個反應 一個是一氧化碳當作還原劑 一個是碳當作還原劑 通通都把三氧化熱鐵還原成鐵 就煉出了所謂的鐵出來了 那我們說我們要加個碳酸鈣灰石要幹什麼呢 這個碳酸鈣丟到灰石裡面熱受熱會分解 我們跟你講過這個反應我說重要 碳酸鈣有兩個反應都重要 一個叫加熱分解一個是加鹽酸 加鹽這兩位都重要 碳酸鈣加熱分解會產生氧化鈣跟二氧化碳 而這個二氧化碳可以再作用變成一氧化碳 然後再拉回去繼續做什麼 還原劑用 拉回去繼續做還原劑用 所以呢 就是然後呢 那這個氧化鈣呢 再來一個氧化鈣啊 這個氧化鈣就是要跟泥沙 裡面的渣渣雜質 主要的成分是二氧化性會形成溶渣 溶渣是俗名 學名叫做偏系酸鈣 CASIO3 CASIO3 偏系酸鈣 那所以我當初為什麼要加入碳酸鈣 因為我需要它幫我去除雜質泥沙 它怎麼去除雜質泥沙的 碳酸鈣受熱分解成氧化鈣跟二氧化碳 氧化鈣跟二氧化系作用形成偏系酸鈣 那就把它作用掉反應掉 所以雜質渣渣就沒有了 雜質渣渣就沒有了 就是我們的過程 那這個溶渣是有用處的 這個溶渣是有用處的 這個溶渣密度比較低 它溶渣就比較小溶點低 它會浮在你做出來的鐵水上 因為裡面很高溫水 煉出來的鐵剛出來的是液態的那種狀況 它會浮在鐵水上 浮在鐵水上就可以避免 剛出來的鐵再氧化 你要知道鐵水溫度很高就很容易怎麼樣 發生化學變化 結果你煉出來的鐵 然後出來再跟空氣氧之後 又變成氧化鐵通通白做了 所以呢 就讓它浮在上面隔絕掉 可以防止它再度氧化 那麼同時呢 這個渣然後把它流出來把它鐵掉 收集起來之後 這個渣渣還可以當作煉水泥的原料 渣渣還可以當作煉水泥的原料 那用途請你要記得 記得熔渣是怎麼形成的 要記得熔渣有什麼用途 一 防止鐵在氧化 二 做水的原料 我們這樣子從高爐煉出來的鐵 叫做什麼鐵 這古時候教過的 不是 生鐵 因為含碳量比較高 比較硬 但是不適合敲敲打打 但是適合鑄造 這叫做鑄鐵 然後呢 除氣炭之後就接 記者要做什麼鐵 手鐵 又可以來延展性 可以來敲敲打打 所以要做所謂的斷鐵 這個是我們以前教過的 這是我們以前教過的 好就是把它記一下 誰的含碳量多 誰的含碳量少 誰適合鑄造 誰適合斷造 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有關於煉鐵的內容 OK 請問有問題了嗎 OK 結束